大家好,我是去聊西游 众所周知,六小灵彤在西游记中 饰演了举世无双的美猴王孙悟空 但是猴哥在拍完西游记以后 也演过不少影视作品 今天我就为大家盘点一下 六小灵彤除了孙悟空以外的角色 请各位看官评价一下 猴哥的哪个角色演的最不像猴 在周末恋爱角中 六小灵彤和老板封神榜中的 苏达几夫一伟合作 两人在里面饰演一对恋人 您好 您好 您是第一次来这儿 对吗 什么第一次 这儿恋爱角啊 喜剧电影《祝你好运》里面 施演了脾气暴躁的张导演 不是反复地跟你们讲过 你们现在已经不是恋人 而是仇人 妈妈 你现在是个杀手 是暴力的象征 要像蒙古下山 恶狼扑石一样 粗暴地撕开他的衣服 就这样是不是啊 在喜剧《明星》中与梁田合作 饰演了一位文质彬彬的摄影师 这是张灵灵小姐 这是两个 在谢进导演拍摄的电视剧 大上海屋檐下 饰演京剧古生严氏鹏 根据真实事件改变的电视剧《追踪309》 六小灵童在剧中饰演了刑警队长罗大鹏 1993年 六小灵童出演了讲述关于自己张氏家族的电视剧《猴娃》 她在里面饰演了自己的父亲六灵童 值得一提的是 剧中有一位小女孩现如今已是一线的大明星 你能认出她是谁吗 他几岁呢 贫雪 不就是吃几个铁钉子 补补就好了吗 哥哥你真逗 吃铁钉子 我在医院待了一年都没听说过 吃铁钉子能治病 白血病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血癌 血癌 贫薪怎么会得血癌 她怎么会得这种病啊 你一定要救她 2001年 一海风云中与黄日华合作 饰演一代珍珠商李正平 大海这个人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而且他不念旧情 他现在财势很大呀 我是怕你斗不过他 在某年某月某一天这部电视剧中 六小灵童饰演了一名医生 你嫂子替你把钱交了 就可以安心的养病了 哎呀 你可真有福气呀 有这么好的嫂子 在电视剧提笑音缘当中 六小灵童饰演观寿风 那为什么要把你关在这儿 那是狗腿子黄河生 气人太深 是可杀不可辱啊 青春的忏悔中 室演了一名医生 还有头晕的现象 那咱们先做个HIV检查吧 这是检查什么的 艾滋病你听说过吧 您怀疑我有那种病 不是怀疑 是排除这种可能 在革命历史剧群慧声中 六小灵童饰演王妖青 老夫爷有指起来的王大爷 哈哈哈哈 多谢老夫爷 欢天喜地的七贤女里面 饰演太上老君 一个神仙位置的空缺 外邪必将入侵 北平湛羽和李面饰演胡事 今天把大家请来啊 就是想就学校南迁的事情 大家来讨论一下 新燕子李三李面 饰演李三的师父李显 在他们晚上吃饭的空档 运心从这儿出手 实感当之雄至天东 饰演玉皇大帝 哪里来的妖孽 竟敢如此大胆 在吴承恩与西游记当中 六小灵童分之两绝 再次出演齐天大圣 以及西游记的原著作者吴承恩 师徒四人在聚首 拍摄了一部清洗剧电影财迷 六小灵童在剧中饰演好坤鹏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莫属 下面两个角色了 一个是连城爵里的大反派花铁干 另一个就是由赵立荣 李宝田两位天花板级别的老戏骨 在1991年主演的经典电影 过年 这部电影集合了中国当时最有名的演员 葛优 梁田 申俊逸 丁家丽 胡亚杰等等 其中我们的豪哥在里面饰演了窝窝囊囊的大哥常治 你觉得六小灵童这些角色哪一个看起来更不像猴 这部电影集合了